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震灾区的数十名老师 学生及家长大声欢呼 挥舞印尼和台湾的国旗迎接驻印尼代表陈中 代表处人员及三轮慈善基金会的成员气氛热络 经过将近半年的时间 一年半年多 整个完成我们看到维修或者整建成果相当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这一所是整个重新整建的一所 而印尼是全身有名的 充满爱心的地方 台湾也是 那我们台湾人充分借助这个赈灾 表达我们对印尼的关心和爱心 九个月前 西安约正强震造成数百人伤亡 上万人流离失所 多栋建筑物毁损 台湾政府及驻印尼代表处 当时立即向印尼政府表达慰问与关心 并捐赠十万美金 为由三轮慈善基金会统筹办理 震灾及重建工作 其中包括重建及整修幼儿园 幼儿园的整建工作是从灾区的120间幼儿园中 经评估后选出五间最需要援助的幼儿园 进行重建和整修 许多学生从地震后都在帐篷内上课 加上天气非常炎热 让孩童非常不舒服 重建作业都在赶工进行 让学校和家长十分感谢 当时还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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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不想帮助到学校 但是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在学校 다음에学校的孩子 从 enfants学校在库校 有续典发来 global 谢谢 Todd娃和iron 帮助我们来教育 theore缩 祝印尼代表城中强调 印尼被评选为全世界最有爱心的国家 而台湾跟印尼一样 每当各地发生苦难 台湾人的爱心从不缺席 台湾人秉持同理心 都会发挥人积几积 人逆几逆的精神 给予最大协助及帮忙 中央社记者李宗憲 西爪哇喜安约正报道 日本福岛核处理水 24日中午启动排放入海 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 东亚邻国担忧影响水产食安 中国海关总署随即宣布 即日起全面暂停 进口日本原产地的水产品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 储存的核处理水 台湾时间24日中午12点3分 开始排放入海 各界高度关注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表示 确定核处理水寒川浓度 已经稀释到每公升43到63倍克 大幅低于日本核电厂排放 含川水入海时的标准值 一级每公升不超过6万倍克 也低于表定核处理水入海的浓度基准 不过科学数据未能改变日本渔业人士的反对立场 他们担心启动排海会导致水产品形象受损 日本核爆受害者后代组成的团体也抗议 表示辐射量再低还是会有风险 核和人类无法共存 目前预估首波核处理水排放量约7800吨 以单日约460吨的速度17天完成排放入海 东电预定分次排放核处理水的行动估计长达30年 东亚邻国密切关注 中国以多次措辞强硬质疑日方数据的准确性 和排海决定的正当性 要求日方停止错误行为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海洋环境 维护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 中国早在7月就宣布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等10个县都的食品 港澳地区近日也跟进 日本启动核处理水排海后 中国海关总署更随即宣布 即日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 而在南韩也不乏反对声浪 包括在野党在内的反对阵营 批评政府为改善日韩关系 出卖国民健康 不过南韩政府始终强调以科学证据为基础 不支持日本排放核处理水 但是日方的相关计划在科学上技术上都没有问题 南韩政府现行对日产食品进口的管制措施将继续实施 也强调一旦排放不符合标准 将立即向国际法庭提起诉讼 至于台湾如何因应 原能会合研所和交通部中央气象局以同步启动美日预报 提供未来七天扩散预报分析 由日本福岛到台湾海域选定五大关注区域 提供日本排放寒川废水与北太平洋海域的浓度分布 和评估最大浓度值 并将科学数据评估结果转化为红绿灯号显示 公开于原能会建制的海洋资讯平台 供民众随时查询了解 中央社综合报道 印度写下太空新记录 月球飞船三号的登陆器日前成功登陆月球南极 成为第一个成功让登陆器降落于月球南极的国家 印度第三度挑战月球探险任务 月球飞船三号的登陆器维克兰号 23号成功软着陆月球南极 直播画面回传地面 主则的印度太空研究组织全员紧盯 印度总理莫迪远在南非参加金砖国家峰会 也在线上观看 维克兰号成功降落月球南极表面的这一刻 代表着印度写下太空新记录 成为继过去苏联 美国和中国之后 世界上第四个成功软着陆月球的国家 同时更是首个成功着陆于月球南极的国家 印度总理莫迪透过视讯祝贺表示这证明即使是发展中国家 也可以实现探月梦想 月球飞船三号任务的成功不只属于印度 也属于全人类 印度经验将有助其他国家实现探月计划 印度先前两次的登月任务 分别发生硬着陆撞击 和通讯断绝登陆器失控坠毁 失败收场 这次月球飞船三号任务 耗资7460万美元 约核心台币23.1亿元 主要目的是研究未来太空任务所需技术 寻找月球有水的证据以及进行月球表面化学成分分析 登陆月球南极后 印度科学家希望登陆器放出探测车 执行围棋一个月球天 也就是相当于14个地球天的地质研究 回传图片和资料 并且在月球表面印上印度太空研究组织的徽章图案 中央社综合报导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510 我们再会